美麗花的小女孩 小女孩的男孩 社区媽媽是拿著自己的曬頭 先來跳一段政策的舞蹈 帶動現場流入的氣氛 接下來就是輪到校園的舞室表演 雖然這麼多多三個月的時間 不過大家拍去滾來 都是有模有樣 相當有氣息 就是還蠻有趣的 有興趣 而且爸爸是團長 所以想要來參加 覺得如果說這樣 這個團就不見的話 就很浪費 就想說學起來可以教別人 民間鄉參加社区 為了團成傳統企業 在南大管政府文化球補助下 是邀請在地董議黨 基辦一年三個月的件事確定 來教大家傳統的人生以及無數 這邊剛才文化球有個機會 讓我們來辦活動 我覺得對我們地區的雜根和文化傳承有非常意義的活動 同年這邊活動結束 我們也希望可以讓我們同事繼續團下去 雖然這個過程已經可以交往結束了 但是我們也是因為這些學員 農政打招 也有時候想要更加要結束 所以我們也是結束都會交往就對了 參加的學員 我們希望說政府部門在預算的匡列當時都可以變力 更加成功的醫生 讓我們社区推動到我們的宗教文化 可以更加有後顧之憂 我是覺得說像這樣子的東西就是應該要流傳下來 而不是說把一些經費花在一些沒有意義的這些上面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社區居民要有這樣的一個活力 只要社區居民有這樣的活力 局裡面在做文化部的文化傳承的這個社區營造工作上面 也會更有利可以得到更多中央的補助款 雖然這裡只有每個三個月的時間 不過透過件事 是讓大家看到社區的特色 當然 也希望有更多年人可以對峙三成幸福 共同來發展 以後這項傳統基格 永少團成下去 繼續參加五塊 查文報道